地方疫情来关心云林县 累计确诊的个案数截至25号 已经来到了14945例 更让家长担心的是 6到12岁学童染疫人数有1419人 再加上0到6岁学龄前儿童 合计是有2418例 占全县感染人数的16.1% 而校园何时要开打儿童BNT疫苗呢 卫生局确认27号起正式开打 而先前一名6岁男童确诊重症 状况还是不太稳定 持续在加护病房 由医疗团队全力照护 云林县26号确诊数来到1105例 第三天持续破迁 持续关注一例6岁男童 确诊重症病发脑水肿 状况还没解除 继续在加护病房跟病毒搏斗 紧密的观察还有所有的用药 都是非常的慎重 让孩子赶快能够病情稳定 这一波Omicron大魔王 已经造成多起儿童染疫确诊 以云林县来说 6到12岁国小学童染疫人数 1419人 要是再加上0到6岁学龄前儿童 人数直逼2500例 占了云林县感染人数 比例高达16.1% 引发家长心慌慌 就让家长召集询问 校园儿童BNT疫苗 什么时候才有开打 以照目前园林县府的规划 儿童BNT疫苗26号 已经跟其他县市同步 在医疗院所施打 至于校园则是确定 就在27号 疫情持续高峰 不见趋缓 就把孩子们挡不住 怕能加速疫苗施打 提升覆盖率 也为小孩多层防护 家长才安心 结果正义云林 唱不懂 唱不懂